香港迪士尼樂園一直以來都人氣爆燈 在入園人數眾多的情況下 基本上每樣攝司都需要排隊 尤其是熱門的攝司 更加可能需要花上幾個小時去排隊 最近一個港媽貼出了一段攻略 交遊園的人士 可以用一招免排隊 三小時之內玩轉迪士尼樂園 她的方法就是利用兒子 在2016年的一張濕疹醫生紙 向樂園申請奔校援助卡 最終獲得園芳優待 有網友說 影片內容教導其他人 起不需要領有當局發出的傷殘症 就可以成功申請迪士尼的奔校援助卡 屬於濫用的情況 又說迪士尼方面 也發現了這個濫用情況 在今年4月起 已經更改制度 影片引起了網民反感和憤怒 露批這個港媽行為武品兼致死 令到真正需要援助的傷神人士受到影響 影片後來都被港媽自己刪除了 迪士尼樂園的官網資料顯示 有障礙奔校援助服務 專是為身體有障礙 而不能忍受 在傳統排隊環境內 長時間等候的奔校而設 這個服務 令到奔校在指定的遊樂設施 遇有一個 與當前排隊區等候時間相約的時間 回到這個遊樂設施 而這個服務 並不提供即時登上遊樂設施的服務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